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就智慧这玩意 你现在就给他讲这个是干什么的 你们俩真是忧郁 说错了 说错了 徐老师 徐老师装了支架的人 吓着 就是最后一次在十二年到来之前 向我们的这个枪枪的观众 对了 这就 拜年 所以徐老师 我都没提醒 徐老师自己主动穿了一身红 对吧 像办这个什么红白喜事一样 我都还讲 红白喜事在这里 白喜事在这里 我们俩家的 红白喜事 徐老师该给穿成五四青年这样 给大家拜拜年 就拜个早年吧 拜个早年 十二年就要到了 说什么呢 得说两句 新年好 好了 好 徐老师就是这样 装了支架的人 装了支架拍下 怎么样气 文道给大家一点吉祥话 那就希望大家新年自在 新安 吉祥 对 我觉得 我应该是栽过去了 因为就在蛇年即将到来之前 我生完蛇了 你生完了 你那个蛇 你们生过吗 没有 广东话叫 像小时候生过 带状炮枕 对 小时候生过 将来老年了 很可能也会生 就是带状炮枕 今天就美好话 回红白喜事 我说你老了还得 现在有特效药 到时候你们问我 你们问我 我肯定不会要你们很多钱的 好 这种时候还想抽水 对 这就是什么 这个香港人的心理 对吧 像本来呢 香港人是最实在的 讲利益的 对吧 利不到不为财 这都是香港人交给我的 但是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 你说他多好正 治吗 好像他好政治啊 是虚的 但我觉得 也不是 这几年挺挺挺认真的 在好政治 但是我仍然觉得呢 他有点虚 不知道哪来的 可是我见过香港人 真正有反应的是什么 你不能动了 他的这个奶酪 他的奶粉 就是他真正的切身利益 被动了的时候 那他这个反应是不得了 就不干了 你现在香港变成了一个 奶粉急缺港 是吧 现在政府 战略物资吧 战略 宣布 也不叫战略 储备物资 储备物资 法定储备物资 不管港人 还是外地人 他现在就是说啊 你只要离开香港 只准最多 两罐 两罐 两罐白粉 两罐白粉 那就值钱了 那就值钱了 如果每人能带两罐白粉 那都发了 发了 我们这节目就别看了 我们都去带白粉好了 徐老师确实是不太想活了 所以我说尽管现在哈 大陆人民正在谈什么防疏防解 防解 听说被控制了哈 这个等等这些话题 可是我觉得啊 咱们身在香港 应该说说这个题目 就说这个奶粉 最近挤来啊 我就感觉到香港的这种气氛 而且你可以看看照片 现在就打击这个水货客啊 两岸都得动员起来 你看这个箱子里 装了多少罐奶粉 你再看下边 现在啊 这个铁路部门要过磅 就是你带的东西行李太重 你都有可能是带水货的 对 所以你看 你再看下面排队 过磅的这个这个人流 我才知道 你原来在这个粤港两地之间啊 你说什么都能挣钱 有这么一种行业 就水货客 他不是带白粉 带白粉那个是更更更厉害的了 他就带点这个日用品 比如说他赚什么钱呢 他带一罐奶粉 基本上赚20港币 给你带过去 他们现在这一查呀 他们有时候会拉你 比如说看 哎 徐老师 你你你能帮我带吗 对吧 你帮我带过去之后 我给你20 就就就就用这种方法 嗯 他其实除了奶粉之外啊 早在半年前就开始带的是什么呢 带的是一堆的卫生纸啊 啊 包括我香港很爱喝那个 一粒多啊 一粒多一粒多啊 然后各种各样都是一些 你觉得很便宜的 很廉价的日用品 那其实也都是深圳那边 有很多人需要 或广东很多人需要 于是就有大批的人 这么来来回回 所以使得上水火车站那附近啊 那附近的那些市场啊 啊超市啊 很多东西都都卖断货了 都没有了 所以那阵子有些香港年轻人发回 嗯 发起一个行动 叫光复上水行动 你听过没有 对 就堵在那个上水火车站外头 然后咒骂那些水货客 就说你们滚回去 对喊出那个口号都是什么口号 说这个 说中国人滚回中国去 但其实水货客不一定就是内地的 因为很多香港人参与 没错 没错 就跟代表哥玩的似的一样 对不对 对 它只是一个 你这个经济规律嘛 你两边的水位不平嘛 那下面管道一通 它就会这么流动 而且这里面还有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能够反映香港 现在一些内部问题 因为很多走水货的人 是什么人呢 你比如说现在这几天 也有一些报纸在访问那些走水货的人 他是一些香港的一些没事干的人 有些下岗工人 有些年纪很大 但是仍然需要挣钱 勉强才能够糊口的那种人 我从这个问题 我感觉到什么问题 我说这个就是反映了什么呢 你中国大陆 别你中国大陆了 我们中国内地 这个奶业彻底失败 当然 这是中国这个奶业的耻辱 就是说中国人实在穷的没办法 还是只能买你这个内地的奶粉 稍微有点条件的能去香港 你知道现在内地妈妈们怎么说 说你香港说一次只能带两罐 那么对我来说 不过就是过去一个月跑一趟 现在呢我一个星期跑一趟 就是说我每个星期去趟香港 为我宝宝买回两罐奶粉 就这样他都不要内地的这个奶粉 所以你就算是你这个 我觉得你这个行业 那为什么内地就不能正式的进口 这些奶粉呢 你他无非就是在香港买 也是买外国的奶粉 香港又不是奶粉 他这个进口是这样 他也不能进口 为什么他现在买这些牌子 这几个牌子他其实是内地有卖的 但内地卖的那几个牌子呢 他是内地工厂生产的 大家不相信 那这种状况下就等于你 比如说可乐 你如果可乐你跑到美国买回来 你就不能你这里有生产 你就不能够在美国带 虽然同一个牌子 他在中国生产的 他觉得质量就不如在原地生产 没错 所以他就到香港来买 所以说是内地这个奶业的耻辱和失败吧 也就是内地啊 各行各业信誉的失败 就从这个问题上反映出来 为什么内地人只要有条件的 宁愿跑到香港买东西 都不在你这个北 甚至北京上海都不买东西 你又贵 又有可能是假的 同样的外国 你知道为什么内地 就是红酒 咱就说 为什么那个拉费啊 什么这些瓶 一个瓶一万块钱回收啊 你内地你买个红酒 你买个酒你都没把握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都不要说内地 白酒 德国 你知道吗 德国媒体称 你说中国人将来会变得 他多么可怕 我就是说 德国已陷入奶粉危机 不要讲香港 数千名妈妈 必须面对被横扫一空的超市货架 因为中国人 扫到德国去了 全世界 因为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 把德国婴儿的奶粉都买光了 一家奶粉公司说 我们只为德国的婴幼儿生产奶粉 该公司从去年6月到11月 已经把奶粉产量提升了32% 微博上人们的评论是 距离全世界限购的日子不远了 而这个都是因为中国人民 而且这个问题呢 就现在是这样 他这个有个网络 就我们现在不是很流学生 很多移民嘛 他就是动用这个留学生移民网络 在世界各地 那么去请他们寄回来 或者是带回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 因为中国现在出缺人这么多 这个庞大的水货网络 遍布全球 现在全球都闹入一个奶粉荒谤 就欧洲跟澳洲都这样 会不会是这些奶粉公司 故意把这些东西夸大 以提高他们的经济利益 我觉得这个当然有可能 这个等一下回头讲 香港的情况 你就了解到 但是这里面 首先要解决 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变成 把自己的奶业的问题 向全世界输出 这等于是 这是输出我们的问题吗 什么叫输出我们的问题 就是像你讲的 我们奶业过去搞了这么多年 有好几家企业 被人骂了那么多年 结果有的倒了 有的在那抹一抹屁股 好像又没事了 对不对 然后搞到现在 所以弄到现在 大家都不愿相信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本身的问题 就被转移到世界范围去 所以这是让全世界都很担心的一个事吗 当然问题是 你又说起来又很可笑 我们火箭都能够做得那么好 对不对 人都能够上太空 我们奶做不好 这个就是所谓的信任 失去了 我为什么觉得是内地奶业的彻底失败 从当年三聚清安的时候开始 这一路下来到今天 而且事情的发生 它是有一个背景的 到最后中国的什么瘦肉精 这个食品 那个食品 什么地沟油 当这些问题 你看现在效果出来了 这个效果出来了就是什么 你就是中国奶粉 你弄好了 有钱的人 稍微有条件的人 我也不会再买你了 所以不是中国奶业的问题 是中国奶业信誉的问题 甚至是中国各种产品 信誉的问题 现在都受到影响 咱们可以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蛇全蛇美贺岁节目 大年初一 星野开门有好礼 笑新花旦奇聚贺岁 各位观众 最佳女主角 恭喜你了 恭喜 谢谢 谢谢 中文集曲 赏心乐视 群星同唱 世界在听 小龙线队 蛇全蛇美 凤凰卫视中安台 咱们说一个 跟这个奶粉有关的段子 有一个少妇报案 一个少妇 说跟警察说 我把钱放在胸衣里 在拥挤的地铁里 被一个帅哥偷走了 警察纳闷了 这么敏感的地方 你怎么就没觉察到 少妇红着脸的 谁能想到他是摸钱呢 这跟奶粉 有关系 还没经过精致 咱们每天一句话 欢迎大家都推荐 接着说奶的问题 徐老师比较熟 我本来倒没有特别想到 这是奶粉 我总觉得这个是 一国两制 这个两面的差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 对香港将来长久来说 你们就觉得 专门是奶粉 别的有差价 别的也有差价问题 但是其实还有品质的问题 你比如说 世界名牌的服装 这你就看出来 不是 现在我自己就碰到 我就在大浦的超级市场 我就碰到有两个 讲普通话的中年的女的 就在说 这个你觉得有没有人要 那个会不会好 全买吧 回去试试 听得出 他们就是在内地 开了一家杂货铺 深圳现在有很多 叫外国货 专门港货铺 对 新时代友谊商店 对 他就是把香港的 超级市场的所有东西 都搬到那边 在那边提高一个价格来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对一国两制的 当初设计的时候 这些细节没考虑好 这个就是一个 经济差价的问题 只要有这个差价 而且现在不单是这个东西 现在周六周日 过去是在罗湖那边 有一些看牙齿的这些医生 因为香港贵 所以他们跑到罗湖 去看牙齿 买窗帘 现在倒过来了 现在周末香港的 私家医生生意好 内地有钱人 他就到这里来看 私家医生了 因为你在内地 看个医生 我要找到好医生 通过人 我还得红包过去 那个五百一千 还拿不出手 香港的私家医生 是贵的 专科门诊 就六百一来 可是那比红包还好办 明码实价 所以你看 这个已经带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除了你们刚才讲 这个全球化的问题 哪一份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香港跟内地的 这个经济关系 现在面临一个挑战 但是 徐老师 你刚才讲这个 恰恰就不只是差价问题 其实很多东西里面说 你在香港买的 跟内地买的是一样的东西 他还要买 来香港买 这还牵涉到他信任的问题 就是刚刚你讲 那个信任问题 还有你刚才讲 医生这个问题 又是一个好的例子 他其实计较的不是钱 不是说 我这边给红包加起来 还不如到香港那给的少 还还也能看到 好大夫 而是这边你摸不清 这边你 比如说人家说这个医生好 你去挂上号 你要给红包给多少 这边太多复杂的东西 要牵涉很多关系 牵涉很多网络 你觉得 这算你 你搞不清楚 到底到最后看了 出来是什么结果 但香港那边呢 仿佛是制度在 能够保证他清清楚楚 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现在深圳人 跑到香港 来做各种各样的消费 这牵涉到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就是双城计 因为一方面 这个双城将来的合并的趋势 是无法阻止了 你将来随着这个高铁 从福田坐车 18分钟就到尖东 对 18分钟到尖东 以后这个两个城市 你要是你今天 能坐一个直升飞机 在深圳湾上空看 你就看着 飞机降落的时候 就看很清楚 你从国外回来 在香港机场 不是要绕一圈吗 你就看得很清楚 你以为到了 不对 这是深圳 然后这一片黑的地方 这个就是香港 其实他们的距离非常近 但是我们又是把它 罚成这么两个地方 可是历史上 本来就不是分两个地方 现在很多人也会觉得 将来大势所去 该在一块 但现在香港人 最抗拒的就是要在一块 为什么 举例今天报上 还又报了一个事 就说到香港有报纸报 说广东不晓得 很多人发掘出来 最近比如说 数字有多很高的 一大群人 他的驾照是买回来的 那么你要知道 将来现在一直在谈 就是这个两地形 现在比如说 香港开车上去可以 但上头开车下来 是不行 那一直在谈说 要迟早可以 好迟早可以 那就完了 大批马路杀手 那你这一大批 你上头 你没关系 那么多人是买 回来的那个驾照 那这些人来香港怎么办 所以香港会 我觉得将来 这种矛盾越来越激烈 香港人会越来越抗拒 其实香港人 也有的地方 也挺让人讨厌 为什么 他不友善 你知道吗 比如说开车 是吧 好多大陆的马路杀手 都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在香港开车 他们香港人就有点什么 像伦敦人 也有点这个劲 你知道吗 就那种得理不饶人 就是哎呀 人家这个车 稍微开的慢一点 滴滴滴滴滴 就在那 好像沾着点脸 或者说你这个 稍微违反点交通规则 或者你拐弯的地方 你有一些迟疑 这个香港那个司机 就得理不饶人的 那个讨厌劲 确实挺烦人 但是呢 在另一方面 也有一个什么 他有一种 对你大陆人 不懂规矩的这种 愤怒 愤怒 和那个歧视 就是说 就你们就是这帮方人 你知道吗 我也能知道 他们心里想什么 就你们就 不受规矩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能理解 这样的一些人 快把他们的奶粉 都买光了 把他们的生活资源 把他们那个孩子 生孩子 妇产科的这个资源 都给快抢光 一方面是实际的生活问题 但是我觉得 还没有到真正影响 因为他们现在还有很多方法 你上了一个什么 什么会 你就可以保障 有可以买得到 在香港的这个居民啊 而且他现在列入跟米一样 列入战略物资 他还是能保到 我觉得这个问题 凸显 主要还是一种情绪 香港这个情绪啊 如果我们讲 就是说 苛刻一点的话 是 希望大陆的钱 但不喜欢大陆的人 香港目前的这个 这个情绪 那不喜欢 就是因为刚才讲的 你的规则跟我们不一样 你会坏了我们的 很多的规矩 但是这些年 我一直会碰到一个 很大的问题 美国来的人也好 北京的人也好 包括香港人本身也好 会说 你觉得97以来 香港变了没有 我们常常会想 这么一个问题 香港变了没有 就是说 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觉得表面看 变化不大 实质上变化非常大 变了太多了 我觉得 实质上变化的 香港的很多 这句话讲起来 很拗口 香港的很多好的 不好的变化 是跟大陆的 好心的帮助有关系的 这个挺有悬念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解放军舰队 穿越岛链 大洋演续 日本一路追踪战策 中日海上电子对抗 日本曝光 自卫队潜艇 多次逼近中方警戒区 解放军战机群 挂实弹 巡东海将常态化 希望关注 解放军 新一批高级将领 有实战经验 有留学经历 重视资讯战 与中国正研制 两款新战略轰炸机 两岸退役将领 多次会晤 美国担心 两岸军方 经第二管道 达成南海共识 还能三岸一号乐 特首也是军队观察 是周三 凤凰一世 中文台 枭藏陈阳 经典将相 喜酒 枭藏 1988 徐老师掐指算惯了 不是 我刚才的话 接下去讲就是 七十年代不是四小龙吧 四小龙现在只有香港退出了 为什么 另外新加坡台湾跟韩国 都有自己的科技 有自己的工业 香港就把自己曾经有过的手表 玩具 所有的工业 包括科技 全部被消灭 被消灭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大陆给你好 什么方法 你的东西转运 我们让你赚钱 你经济有问题 我们这样撑 你需要怎么撑 我来怎么帮你 你需要什么政策 差不多到了这个地步 就是你看有什么问题 股票跌了吧 有什么办法可以撑吧 我们来给你撑 你若是这样撑的话 使得整个香港 现在的四小龙当中 自己走了另外一条路 而这个一条路是跟大陆的很多 我相信原意是善意的帮助 是客观上是有关的 没有 我觉得香港 香港代表的 为什么 因为香港所谓在四小龙时期 八十年代 香港还叫四小龙 甚至九十年代也叫 但那个时期 香港早就已经失去自己的产业了 因为香港是四小龙里面 最早放弃自己的工业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正好这是大陆一改革开放 那个时候并不是大陆想来帮香港 恰恰相反 那时候大陆是需要香港 自己的技术回去 所以从八零年代到九七年的时候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一直到九七年 整个香港的产业大量的往北去 比如说到广东 到浙江这些地方 那这些呢 其实就是当时香港早就放弃自己工业 而香港仍然能够保持住经济地位 是因为它已经彻底转型到第三产业 就服务业或者是金融业 那么现在香港问题在哪呢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 除了说经济上有很多的自由行啊 或者这些本来就说是想帮香港的 那么但这个所谓帮香港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再讨论啊 因为本来双方的贸易 就应该是自由的 我觉得 但问题在哪呢 香港现在觉得有变化的地方 还不只是经济上的变化 而是生活上的变化 对 文化上的变化 你这讲这两点都是我想说的 一个是香港这个有个叫立院周面 几十年的老字号 前一阵倒闭了 生意很火呀 很好 大家最后一天 大家排着队再去吃他的周面 但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房租加价 就说你就是生意好了 香港的房租贵的 他都开不下去 然后说好多药房都关门了 但是只有 还有奶粉的那个药房 水货客买奶粉的药房 还能维持下去 你觉得这是香港经济 现在情况 中表卖收名牌表的地方 代替了吃粥的地方 这是香港经济 但是你房子也是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中文字幕一直共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